日本由于国内的历史地理特性 在古代并没有像中国一样 形成以皇权为基础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 反而形成了一种比较松散的政治体制 而且天皇很长时间被虚军化 有五家将军执政 这便是幕府 而日本最后的幕府政权 就是以德川家为将军的江户幕府 他统治了日本超过二百六十年 但是明治维新后 江户幕府迷心已失 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 将权力还给了明治天皇 幕府的政权灭亡 那么交出权力之后的末代将军 德川庆喜和德川家族怎么样了呢 当然德川庆喜本人肯定是受礼遇的 人家可以投降 无血开城了 自古以来呀 这以礼来降 哪能是封侯之位呢 要不以后谁敢投降 所以德川庆喜投降后 立刻被改封于晋港 领七十万石地 然后你既然已经投降了 虽然行政权皇恩浩荡给了你地位 但是呢 你最好不要再表现出对政治的陷阱了 这你好我好大家好 看惯历史上秋月春风的人 应该知道这个规矩 所以呢 德川庆喜故意对政治兴趣表现的明显减退态度 自己家庭的老陈呢 他也基本不见面 表现蛮好 那他干嘛呢 他热衷于投入摄影 涉猎 民谣歌曲研究等生活兴趣之中 并专注于这些工作 这挺好 大家都放心 明治三十年 他从晋港回到东京居住 一年他前往黄居 首次觐见明治天皇 人家都这么懂事了 明治政府自然知道投桃报李 明治三十五年 庆喜被册封为公爵 大正二年 庆喜因肺炎而逝世 享年七十六岁 算是得了善终 那么 德川家族之后是什么下场呢 这里说一下 德川家族很大 除了将军本家 德川氏还有 晋之 玉三家 玉三清 有权使用德川姓 和从中挑选将军的继任者 明治唯新之后 日本一切正规化 幕府被废除了 但是明治十七年 华族令颁布时 德川氏中有数家 以华族待遇 受封爵位 宗家称为公爵 玉三家为侯爵 玉三清为伯爵 德川庆喜大政凤凰之后 德川宗家 还是可以得到传承的 当时 宗家家都给了养子 德川家达 其实 本来的规矩是 一旦宗家没有儿子可继承时 就从分家的玉三家 和清三家当中 盈利继承人 并以前任将军为养父 但德川庆喜是有儿子的 他干嘛这么干呢 其实就是远离政治 他没把家都的位置给自己的儿子 而是给了分家养子 德川家达 德川家达 德川宗家十六代当主 田安德川家七代当主 后来还成了政治家 魏介勋等爵位 为从一位大勋位公爵 第四任贵族院议长 华盛顿会议首席全权大使 第六任日本红石学社社长 那咱们再看看 德川庆喜这一支是什么情况 1902年 德川庆喜与宗家分开另创一家 德川庆喜家 当然 他也被授予公爵 德川庆喜本人好色 所以有不少儿子 其二家男爵家为其分家 并且过继养子给池田侯爵家 与圣伯爵家 学艺人秦王妃 习九子是第二代歉九的女儿 看来还攀上了皇族亲家 近年来 德川庆朝与神元习左子 出版了关于德川庆喜家的书籍 2017年9月25号 德川庆朝逝世 没有指定当主经车人 德川庆喜家宣告断绝 估计如果这一家还在 日本很多小报媒体都会争相采访吧 那德川本家现在还在吗 还在 德川家大去世后 德川本家第17代家主 给了其长子德川家政 曾出任日本驻土耳其大使 后来担任第13代贵族院议长 二次大战以后 因为贵族院被废治成为最后一位贵族院议长 1963年去世 他去世后把位置给了外孙兼养子德川横孝 此人就是现在的德川宗家 他是日本的企业家 世界自然基金会日本理事 平成24年成为进港商会最高顾问 其子德川家广是一位经济评论员 同时为翻译家及作家 2003年18代党主横孝 为了管理宗家留下的重要财产 设立财团法人德川纪念财团 一直到现在 虽然已经丧失了对日本的统治权 并且不可能再恢复 但德川家在日本也算是个 有头有脸的大家族了 至于其他伪张德川家 冀州德川家 水户德川家等分家呢 也差不多是比较有实力的大家族 说回到德川家康 他无疑是公认的一位 狡猾型的战国肖雄 就连后来统一日本的风尘秀吉 其实也没能战胜过他 在小木长久守之战中 其实风尘秀吉并没能战胜德川家康 一度战况还对德川军有利 爽方后来通过外交才达成成熟关系 德川家康在风尘秀吉死后 经过数场大战又夺取了日本全国的大卷 德川家康一生的最大业绩在于他 既一支甜心一掌 风尘秀吉之后 改组和强化了日本的封建积蓄 把日本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赫赫的战国霸主 却也有着他非常害怕的一个人 德川家康甚至称他是自己的偶像 一生中最害怕的人就是他 在一次决战中 德川家康曾被他击败 那时还差点切负 这人就是武田信玄 武田信玄也是凭借着自己优秀的军事实力 在日本战国乱世中脱颖而出 而且他酷爱孙子兵法 并把其中的冯林山火作为一生战斗的心跳 这让他的武田军功务不克战务不胜 信玄行势稳健 从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但实力强大后的信玄却不想安居易于 1572年月后之龙受制于暴乱自顾不暇 武田信玄感觉这是一个出兵的好机会 于是他直接率兵出征 这次作战他第一个要杀死的目标就是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当时手边只有不到两万人 一看假匪之虎 武田信玄率中两万余人直奔自己而来 于是急迫写信给直田请求支援 武田信玄有条不紊地占领了各个战略要地 鼓励了德川家康所在的棒松城 但不久德川军也终于等到了信长派来的支援部队 直田军的加入给了德川军极大信心 两军联合后德川家康对付武田信玄 信心倍增 1572年的冬天 德川家康就等着武田信玄来攻城 武田信玄也真的没让他失望 他带着所有的军队来到城下 但德川家康手里还是赢了把汗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生死存亡再次异局 但此时令他深感意外的是 武田信玄的军队突然兵风一转 理都不理城内的德川他们 而是向三方圆的方向行进 而那个地方对武田军作战是不利的 德川家康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他也认为武田信玄是害怕了 不敢攻打自己 于是他一声令下 率领城内联军主动出击 而其实这样郑重武田信玄下怀 这一切都在信玄的掌握之中 战前武田信玄就是想找一个对敌方有利的地形 然后将他们引诱出来 而武田信玄早已布下服兵 于是12月22下午 两军已经在三方圆完成布阵 虽然地形不利 但由于双方兵力悬殊 且用兵之妙 武田信玄又略高欲宠 两军乔战至下午六十时 德川 知天邻军大败 知天信长 原将 平守 范秀战死 此战 德川家 死伤1600余人 众多家臣战死 德川家康 曾一度想要切腹 被布下拦下 面对绝境 德川家康布下 分四批陆续扮成德川家康 主动吸引武田信玄 军兵力 德川家康本人最终在家臣拼命保护下 才幸运地突围逃回 放松者 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号的情况下 武田信玄便没有乘胜进军 扩大战果 而是很快就率军撤退了 因为武田信玄病倒了 德川家康的惨败 武田信玄本来打算下一个打击目标 知天信长 他也早已做好充分准备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 信玄才是统一天下的不二人选 但武田信玄在即将实现梦想时 却身体不行了 武田信玄就这样意外病逝 此前他所说的话就像电影里一样 我死之后 敌人一定会攻打过来 你们一定不能泄露我的死讯 并且最少保密三年 并把大卷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武田圣赖 但武田信玄死后仅两年 其子武田圣赖在长小合战中 惨败于德川支田联军 武田家走向衰落 1582年 在支田和德川的进攻之下 武田圣赖与儿子武田信盛 在田木山则杀 武田家灭亡 可见人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武田信玄永远闭上了眼睛后 却得到了对手们的尊重 德川家康也把信玄视为偶像 而且还命令画师 画了一幅自己满脸惊恐的画像 来警示自己 据说就连另一个对手上山签信 得知武田信玄死讯还大哭了三天 并说失去了一生的对手 决心不再与甲斐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